据台媒报道 网络舆情统计网站声量看政治 脸书粉丝专页 根据及时社群新闻 新闻声量与谷歌趋势 三大项声量指标中的十项细部指标 做出近90天内的声量比较 结果显示 韩国瑜仍是国民党指标人物 占35.5% 其次是马英九 占28.41% 第三是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为18.34% 朱立伦、廉胜文则分别占10.4%和7.36% 国民党近民代李德维分析 韩国瑜无疑还是国民党最强棒 从韩国瑜偶尔出现在基层 或者在脸书上发文 所获得的回应跟支持来看 目前为止 国民党内他的政治能量和声量 还是首屈一指的 在基层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至于国民党现任党主席江启臣 李德维表示 其从政的时间跟精力 本来就跟马英九、朱立伦等政治人物比起来 相对较短 再加上他是在国民党最低潮时 接任党主席 遭遇非常多困难 目前最需要的是时间 透过时间的累积 让自己变成蓝营大咖 才能更加站稳脚步 暂定于今年7月24日举行的国民党主席改选 热度逐渐升温 先前国民党内穿出一份神秘民调 显示朱立伦以56%的看好度 大胜江启臣的18% 桃源市议会无党联盟党团发言人 桃源市议员谢美英分析认为 江启臣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后 感觉还是不够强悍 特别是反萊猪一体 让基层蓝营普遍不满意 小孩开大车的江启臣 似乎摆平不了内部压力